到台湾来看到在莫拉克风灾之后呢 国内的鸡鸭养殖场损失惨重 乳牛死亡370多只 使得这个奶啊 蛋啊 供货量都失衡 蛋价变贵 而鸭蛋的价格呢 更是创下了新高 鲜奶每天也短缺100公顿 有些的地方呢 甚至还推出限购的政策 所以说要买鲜奶的话 可能要早一点去 咖啡咖啡呢哦 一颗又一颗的蛋 放到铁板上接手 生意这么好 早餐店老板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蛋的成本实在飙太高 我们要进两箱 那这样子长是不是对你 当然啊 一个蛋一箱就八百多 九百块了 不只是早餐店含苦 菜市场里的婆婆妈妈 也是能不买蛋就不买 妈妈们说现在炒蛋 都会多放点萝卜干 减少蛋的用量 我现在很贵 以前一斤两二十几块嘛 现在长到这么多 我才四十块哦 四十几了哦 买了下手吗 很难下手 因为受到台风影响 积压养殖场损失惨重 出货供不应求 鸡蛋价格从台风前的 每台金二十九元 飙涨三十五 相当于一点二倍 鸭蛋更是从每台金三十二元 飙涨成四十五元 涨了一年四倍 创下历年新高 他又受到莫拉克风灾 影响的名声必需品 还有牛奶 一大早卖场冰柜里就空空一片 现在全部卖光光 就连调味乳数量也少得可怜 民众想喝奶 只能早起抢购 下午到啊 然后就都没有 大概下午三四 两点多到四五点 这段时间都买不到 那可能清晨的话 七八点有时候在 那个便利商店还会有这样子 目前国内每天短缺一百公顿的鲜乳 部分卖场贴出公告 限定消费者一人只能买一瓶 因为店内几乎每天到货量 都只有十来瓶 一上架就立刻被抢光 只好用限购方式 尽量满足多点消费者需求 一奖新美台北陈锋报道